记者蔡宗献屏东报道,海洋生物的世界里,每个物种个体骑士应环境的法宝大不相同,在海中各种不同的移动方式,甚至成为人类科技研究的灵感。 海神馆首度举办游行,海洋生物移动不涉陷特展,剖析海洋生物的移动秘密,盼借此唤起海洋保育的重要。 像从泳衣大到汽车稳定导流原理都与海洋生物移动模式有关,海生馆特展人员指出,以泳装鲨鱼衣来说,就是利用鲨鱼表皮盾铃间的沟槽原理,应有导流及加速作用,降低鲨鱼皮的摩擦力。 利用这项原理打造的鲨鱼衣同样帮助选手更好发挥泳机。 此外,像个方盒子的箱臀,造型充分提供乘客空间,适合作为汽车设计的生物原型,加上游动的轨迹稳定,也有欧洲车商以箱臀身形开发出环保车种。 特展以多样化素材呈现,除了海洋生物精彩的图文,透明与展示,标本模型展示外,现场设计,有趣的手脚并用的互动设施,机械视频图,海洋生物竞速游戏,彩绘海洋虚拟游戏等,介绍海洋生物移动的各种法宝,传达目前海洋环境对生物移动上的阻碍。 海生馆馆长陈启祥指出,生物的组成小制共生草,珊瑚,海葵,虾,蝎,贝类,大只鲍鱼,海豚,鲸鱼,少有人了解海洋生物是如何追赶跑跳碰,也不知道海洋污染及垃圾造成它们的伤害。 特展最后也用不友善的海洋生态环境来探讨环境一体对海洋生物的影响,希望民众珍惜这片海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